那接下来我为了上课方便 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它用线条 我还是用这个长条图 这个太稍微再粗一点好了 请问一下如何去做淡旺季分析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就来看一下 例如说以季节性来去看这件事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点选这个年 因为不管你要做淡旺季分析 或者是一个连续性分析 就是跟时间就是跟我们X轴 几乎都是以时间为单位 所以变成这个时间往下的三角形 麻烦请选 这边你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选上面的这个年跟下面的这个年 它是有差别的 这个2015年第二季 那既然有2015年第二季 就会有2015年第三季 就会有2015年的第四季 听得懂 它是一个连续 这个的第二季就是2012年的第二季 加2013年的第二季 加2014年第二季 加2015年的第二季 依此类推 所以它就只有一个第二季 它就不是连续 有听懂 其实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连续的 这边都是连续 那这个就不是连续 好 例如说当我点一下这个第二季 你就会看到第一季长这样子 第二季长这样 第三季长这样 第四季长这样子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在所有的3G申请里面 第一季申请的用户量是最多的 就是一年之中 假设我们分成四季 第一季的申请用户量是最多的 也就是一到三月 这个呢 这个就是第四季是最少的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增加人员 那当然你要知道说 第一季人员应该是需要增加的 那如果第一季都没有增加 请问你 第四季有增加人员的必要性吗 答案是没有 可以理解吗 因为这边的业务量 875万 这边是770万 差了快100万 好 那接下来 那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 那这叫做 比较 其实我觉得都很旺了 就是 在台湾需要申请 那个行动通讯 例如说 第一季来去办手机的 第二季来去办手机的 好 其实我觉得 应该 不会有淡季旺季 但是其实 差了100万 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好 接下来 我再改成淡旺月 对不对 刚刚看了淡旺季 可以发现 其实 好神奇喔 他会 就是真的会发现 就是 一月 最多 会不会是因为说 一月那个时候 领了年终奖金 二月 有了这个年终奖金 然后来申请 反正就是 请你要知道一下 这样子的分析 你看我只有一键 我就搞定了 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Excel 他怎么算这件事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 这个连续性分析 还有季节性 季节分析 这真的都非常重要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不管刚刚是做淡旺季分析 或者是什么 这个淡旺月分析 这都是不连续的资料 不可以画趋势线 请你这边一定要想通 好 因为它不连续啊 趋势线一定是要再连续 去留下了 中华电信 1月1日的股价 1月2日的股价 1月3日的股价 1月4日的股价 这当然可以化成趋势线 因为你的日趋势连续 这个 这个1月 这个1月 所指的1月是 2012年1月 加2013年1月 加2014年1月 加2015年1月 好 意思类推到2020年的1月 这个2月是指2012年的2月 加2013年的2月 加2014年的2月 好 依此类推 这两个加起来平均 你不能去做 就是把它视为是隔壁邻居 是相邻 它绝对不是相邻嘛 对不对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各班的1号 跟各班的2号同学的分数 再加 再跟3号 每一班3号同学的分数 好 不能这样子比 也没有人这样子比 好 但是 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看到说 哪一个编号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会发生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表现 像例如说 当我们在做 淡忘记 淡忘月分析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特殊的现象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 假设这是我基本 基本的一个一个人员的需求 会应该要落在 落在 假设是12月好了 那这个时候啊 因为1月的业务量是 是需要更多的人手来支援 好 这边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解释 让主管知道 因为这就是视觉化分析的目的 好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 好 好 好